第六章 直播营销的复盘与提升 通过阅读本章内容 你将学到直播营销复盘思路 品牌口碑效果分析 目标用户比例分析 直播效果数据分析 直播经验总结方法 6.1 直播复盘的核心思路 为了持续提升营销效果 企业营销活动结束后 通常也需要进行复盘 总结经验教训 并作为下一次营销活动的参考 直播营销也不例外 对于超预期的直播活动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分析各环节的经验 将有效的经验拥用于下一次直播 对于未达到预期的直播活动 企业新媒体团队也需要总结失误之处 并思考改善方式 避免在接下来的直播活动中 反复出现相同的或类似的失误 没有进行直播复盘或没有提炼直播经验 对企业新媒体工作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直播营销复盘的核心包括数据分析 与经验总结两部分 其中数据分析主要是利用客观数据进行复盘分析 经验总结主要是在主观层面对直播过程进行剖析与总结 如图6-1所示 一、数据分析 对一场直播活动进行复盘 首先需要从数据层面进行分析 直播数据分析包括品牌口碑数据 目标用户比例销售情况数据 单纯的直播数据分析 只是片面地对结果进行总结 但直播营销还需要将结果与目的相比较 本书第二章内容中 直播目的的分析包括产品、用户、目标三方面 因此需要将直播结束后的数据 与直播开始前的目的进行比较 第一 是将品牌口碑数据与直播目的中的产品进行对比 看直播是否有效地传递了产品理念 让观众对产品感兴趣 对产品优势有了解 第二 是把目标用户比例与直播目的中的用户进行比对 看直播是否精准地覆盖用户 吸引目标用户进入直播间 直播营销目的中 直播间观众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精准观众越多越好 只追求观众数量而不追求精准率的直播 很有可能叫好不叫做 收获了大量人气 但没有收获销量或提升品牌 第三 是将效果数据与直播目的中的目标进行比对 看直播是否实现了新品销售目标 店铺利润目标 或软件下载目标等 而经验总结 数据分析与总结只能体现直播的客观效果 而流程设置团队协作 主播的台词等主观层面 无法用数据获取 需要企业新媒体团队通过自我总结 团队讨论等方式进行总结 并将总结结果记录 整理成经验手册 便于后续直播营销参考 课堂讨论 某手机创业品牌的直播目标是当晚销售3000台手机 直播结束后销售500台手机 同时微博晒单好评超过800人 请尝试分析 本次直播营销是否实现了企业的直播目标 6.2 品牌口碑效果分析的方法 在直播活动策划前 新媒体团队需要借助SWOT分析模型 重点对产品优势与机会进行分析 提炼出直播中出现的产品的特色与卖点 而在直播结束后 新媒体团队可以利用百度指数 大众点评星级 相关问答数量等数据 检验直播对于产品品牌 与口碑的效果 1.百度指数 百度指数是以百度海量网民行为 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分享平台 借助百度指数可以研究关键词搜索趋势 洞察网民兴趣和需求 监测舆情动向 定位受众特征 百度指数主要体现的是网民的搜索数据 在针对某款产品的直播活动结束后 如果在百度指数曲线出现大幅上涨 说明本次直播活动对产品宣传是有效的 2017年5月9日晚 锤子科技春季新品发布会在深圳举办 发布会当晚进行了网络直播 锤子科技创始人对新款监国Pro手机的外观 配置等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发布会结束后 在百度指数搜索监国Pro可以获得产品的搜索数据 如图6-2所示 通过百度指数不难看出 发布会前监国Pro的百度指数约3000 而发布会次日百度指数提升至19.7万 产品品牌曝光借助直播提升了90余倍 除了百度指数数据反馈外 新媒体团队也可以直接点击百度新闻搜索相关新闻报道 同样以上述锤子科技春季新品发布会为例 搜索后即可看到百度新闻如图6-3所示 2.新浪微指数 新浪微指数是基于微博用户行为数据 采用科学计算方法统计得出的反映 不同事件领域发展状况的指数 百度指数展示的是网民对于某事件或某品牌的搜索热度 而新浪微指数展示了网民对于某事件或某品牌的讨论热度 2017年5月4日 都市情感剧《欢乐颂2》在上海举行了发布会 发布会通过互联网同步直播 发布会现场该剧总制片人、总导演、总编剧、主演等分享拍摄经历 及对剧中角色的感悟现场进行互动送福利 发布会后在新浪微指数搜索《欢乐颂2》可获得网民的讨论数据 如图6-4所时 借助新浪微指数可以直观地看出 发布会前网民的讨论热度指数约1.6万人 而发布会当晚讨论热度提升至7.5万人 电视剧发行团队介入直播 直接将曝光量提升了4倍多 三、微信指数 微信指数需要在微信手机客户端查询 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窗口输入微信指数 并点击搜索按钮 即可在搜索结果页面中点击微信指数 进入指数首页 在微信指数搜索企业名称 创始人姓名、产品名称等 就可以查询相关指数情况 如图6-5所时 微信指数是微信官方提供的 基于微信大数据分析的移动端指数 其计算范围不只包括微信搜索数据 还包含公众号文章 及朋友圈公开转发的文章 因此微信指数可以更综合地显示 一家企业或一款产品的口碑情况 四、头条热度指数 头条热度指数是根据 今日头条热度指数模型 将用户的阅读、分享、评论等行为的数量 加全求和得出相应的事件、文章 或关键词的热度值 在展示中以小时或天为单位绘制成趋势图 表现出热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如图6-6所时 五、大众的点评 限价服务行业 如饭店、美发店、酒店、电影院等的品牌口碑情况 通常可以借助大众点评的星级数据进行分析 新媒体团队可以统计直播前后的大众点评星级分析 计算直播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 如果企业计划通过直播提升大众点评的口碑星级 那么就需要在直播过程中设计台词 引导网友前往对应的大众点评店铺 进行评价 课堂讨论 某餐饮连锁企业共有15家线下门店 2017年6月1日 该企业在应客进行了直播 并统计了直播前后的大众点评数据 见表6-1 请尝试分析本次直播对企业的大众点评口碑有没有影响 六、问答 异常有效的直播在结束后 通常会继续吸引对产品感兴趣的网友 在互联网中进行讨论 尤其是科技类新产品发布会结束后 网友会在百度知道 知乎、头条、问答等渠道提问 了解关于产品的更多信息 因此新媒体团队需要在问答类网站进行搜索 统计发布会后 网友的提问数量及回答质量 2017年5月25日 小米Max2正式发布 发布会全程通过网络互联网直播 发布会结束后 通过知乎搜索小米Max2 Max2怎么样 新款Max2等关键词 即可查看与统计网友的问答 热读 如图6-7所示 6-3目标用户比例的三类分析 个人直播仅关注直播人气即可 参与直播的观众越多越好 而企业需要借助直播实现营销目的 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止是参与人数 更重要的是观众的精准度及有效性 一场10万不相关用户参与的直播 从营销层面来看 其效果不及1万精准用户 企业新媒体团队可以通过 自媒体互动数据分析 页面浏览数据分析 问卷抽查数据分析三类方法 综合计算直播渠道数据 并分析渠道推广效果 以自媒体互动数据分析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 在粉丝关注后 可以直接推送一条自动回复的欢迎词 在直播开始之前 可以提前在被添加自动回复功能处 设置关键词 友好的引导粉丝回复其来源渠道 如图6-8所示 在直播结束后24小时内 统计后台回复数据 新媒体团队就可以分析 并得出更有效果的直播平台 及更精准的推广渠道 二 页面浏览数据分析 网站或网店通常都具有 页面浏览数据统计功能 进入网站或网店后 马上推出的用户 网友对企业产品不感兴趣 这类用户并不是企业的目标用户 而进入网站后浏览页面 并翻看其他页面的用户 可以认定其对企业 或某一款产品感兴趣 这类用户就是企业营销活动 所期望获取的目标用户 页面浏览数据 可以在网站或网店后台 通过流量分析功能 获得如图6-9所示 在进行页面浏览数据分析时 主要关注访问时长数据 访问时长大于5秒的数据 属于有效数据 访问时长小于5秒的用户 通常对产品或品牌不感兴趣 如图6-9中所示为 只有访问时长超过48秒的一位用户 才算是有意向流量的用户 某一时间段内 所有访问是大于5秒的访问数量 所以访问总数 即可得出精准用户的大致比例 比例越大 说明访客有效性或精准度越高 课堂讨论 A网站平日 平时日均访客数量为1000人次 精准用户比例约30% 直播活动结束24小时内 访客数量达到16000人次 其中访问时长大于5秒的用户 访客数量为9000人次 B网站平时日均访客数量为5000人次 精准用户比例约50% 借助直播活动 在结束后访客数量达到3万人次 其中访问时长大于5秒的访客数量为1万人次 请尝试分析 A网站与B网站借助直播营销 哪一个网站总访问量提升比例更大 哪一个网站的精准用户访问提升 访问量提升比例更大 三 问卷抽查数据分析 分析目标用户比例的第三种方法是借助问卷工具抽查调研 这种方法适用于直播结束后建立粉丝社群的企业 新媒体团队可以在问卷网 新数据 麦克网等网站设计问卷 对粉丝的来源渠道 最感兴趣的直播环节等进行调研 随后将问卷发在粉丝群 邀请粉丝填写问卷 为了提升粉丝填写比例 增强问卷调研的有效性 新媒体团队可以利用红包 积分或礼物等鼓励更多粉丝参与 课堂讨论 某服装连锁企业在直播前建立了职场穿衣 我知道粉丝群 直播当晚有超过2000人加入粉丝群 如果你是该企业新媒体负责人 问卷中应该设计哪些问题 6.4 直播效果的数据分析 企业直播营销需要与新媒体营销的整体目标相结合 而新媒体营销的整体目标 又必须紧扣企业的市场营销总目标 因此在直播前 企业新媒体团队需要准确地提炼出 本次直播的营销目标 在直播后将转化情况与营销目标做比较 分析直播转化效果 直播转化情况根据行业特点及营销目标而定 可以是销售数量、咨询数量、下载数量等 1. 销售数量 以提升网店销量为目的的直播 可以通过店铺后台的下单数量观察直播效果 一场有效的直播 在直播期间及直播后的发酵期 会有明显的销量提升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 除了销售数量本身之外 企业也可以对比下单比例 成交比例进行分析 下单比例指的是当日下单人数 除以当日浏览人数 如果店铺浏览人数激增而下单人数很少 说明直播向网店引流的目的将达到 但是由于网页吸引程度 但是由于页面吸引程度不够而导致下单人数少 后续需要重点提升的是网店页面的设计 成交比例指的是当日付款人数除以当日下单人数 如果下单人数多而成交比例少 说明店铺的支付功能可能存在问题 后续需要重点提升的是支付功能 或者更换销售平台 课堂讨论 某企业在直播后统计了店铺浏览人数 下单人数成交人数 建表6-2 请尝试分析 影响直播的主要因素是页面设计 还是在线客服台词 还是其他因素 二咨询数量 传统教育工业设备行业等通常不通过线上直接成交 仅通过互联网咨询并达成初步意向 随后在线下实现交受 因此这类行业的转换情况 主要通过咨询数量分析 综合直播期间 其直播后的QQ咨询数量 网站咨询数量 微信咨询数量等各渠道整体咨询数据 可以得出直播的咨询转化效果 三下载安装注册数量 游戏软件等行业的营销目标不一定是销售情况 有时候会是游戏下载数量 软件安装数量 信用户注册数量等 对这类数字进行直播前后对比 可以计算出直播对下载 安装注册数量的贡献 6.5 直播经验的总结技巧 直播的客观结果 可以通过挖掘对应的数据 并对照直播前的营销目标而得到 但台词道具 协作等方面的经验 通过数据无法获取 只能通过新媒体团队的内部总结形成 直播活动过程中的管理属于现场管理 因此可以参考 现场管理的人 鸡 料 法 环 5个因素进行全面总结 首先是人 新媒体团队需要对直播过程中涉及 人的因素进行总结 尤其是在团队协作过程中 不同性格的团队成员会呈现不同的做事风格 作为一支完整的团队 需要将成员的优势充分发挥 成员略适尽量避免 在团队勾动环节尽量减少人为失误 总结过程中除了需要对新媒体团队成员进行总结外 对于主播嘉宾等也需要进行总结 其次是机 新媒体团队需要对直播硬件设施进行总结 对场地的布置 直播手机的性能 电池的耐用程度 道具的尺寸设计等进行讨论与总结 再次是料 直播活动不涉及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 此处的料主要是指 直播台词 直播环节设置 直播互动玩法 直播开场与收尾方法等提前设计好的内容 虽然这些内容已经提前设计好 但是需要总结出内容是否有效发挥 有无未考虑到的环节而导致现场混乱等 第四是法 新媒体团队需要对直播前的方案证文 项目操盘表 项目跟进表等进行总结 尤其是重新评估项目操盘表是否具有实际指导价值 项目跟进表是否有效的引导团队成员进行直播相关的运作等 第五是环 新媒体团队需要对直播环境进行总结 主要是针对现场声音清晰度 灯光亮度 现场屏幕流畅度等方面进行讨论与回顾 除此之外 还需要重新在直播网站进行环境评估 尤其是直播现场画面在网页及移动端的适配程度 一 上五大因素分析结束后 会形成至少约25条回顾与总结 随后需要按照经验教训问题方法进行归类与整理 一 经验 直播整体或直播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达到预期 甚至超预期 可以作为经验经记录 便于下一次直播直接参照 二 教训 为达目标甚至影响最终效果的部分 需要总结为教训 后续直播尽量避免此类教训 三 问题 直播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在策划环节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需要记下来 后续直播策划必须将此环节考虑在内 四 方法 遇到问题后的解决方法也需要记录下来 此类方法尤其对加入新媒体团队的新人有指导意义 直播结束后 只有不断总结 汲取经验 才有可能每次直播都不断优化与提升 课团讨论 请按照以上经验教训 问题方法的归类形式 对以下总结要素进行归类 一 在天涯论坛推广的引流效果超出预期四倍 二 直播过程中没有卡服务器承载因素而导致当机 三 直播观看人数预期一万人 但最终只有三千人 四 临时口误后 主持人马上让观众猜猜自己刚才在哪说错